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有媒体报道,称赖清德向人民报告,马英九被起诉列入改革项目云云,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。 尤达卡,Kolazel Taker,今日严正澄清表示,这是严重的扭曲,非将前总统马英九遭起诉示威政绩。 Kolazel Taker指出,赖清德院长昨天演讲中,并非将马英九前总统遭起诉案列为改革政绩,而是说明通过不当党产条例成绩时,提及过去马前总统曾承诺要将党产归零,然而却没有任何作为,显见这是国民党不愿意做而民进党挑起来做的事情。 Kolazel Taker强调,至于连讲中提到马英九被起诉之事,仅是感叹其在主席任内曾说要将党产归零,没想到却疑似涉及以不义,不法方式在挪移党产,而今日因三中案被起诉,绝非将马英九遭起诉示威政绩,未免外界误解,特此澄清,已正式听。